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裏 上天堂, 郭靖彤在這裏, 大眼在這裏, 人間有情在這裏 今天我們就要講冷血人渣陳雲 竟然發出一個貼文 去說到政府的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主任 張軸君的老公離世 竟然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 我們稍後講一下這條人渣 之後的就是中大的遊行事件裏面 警方就拘捕了8名人士 當中發現很多都不是中大的學生 我們稍後講一下 再之後的就是美國為了報復港府 將DQ4人組DQ了 他們竟然弄了一份制裁名單 在我們拍片的稍早時間就公佈了 我們看看有什麼人被制裁 最後的就是Facebook搞掃黃 掃走了很多黃人的專業 但是藍營那邊也不是很多 我們稍後講一下這件事 節目開始之前記得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新潮民頻道、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Facebook專頁 星期日就有件好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了 張軸君醫生的丈夫就不幸患上腦癌 星期日就細細了 這件事我們大家都感到非常之軟食 但是有條人渣竟然在這個時候幸災樂禍 這條人渣是誰呢 這條人渣就是前嶺南大學的教授 在黃人界有國師之稱的陳雲 陳雲在張軸君醫生的丈夫離開之前 就得知張軸君醫生的丈夫病危的時候 他就開始在Facebook發功 他就自己在Facebook那裡寫到 張軸君醫生的丈夫病危 就說人家禍福無門為人自焦 還說這些是善惡之暴如影隨行 喂你收一下吧陳雲 接著他還要說 就說到這個政府怎樣在病情的時候 有呢就作弄一些市民 又說到張軸君醫生呢 好像欠了市民很多 其實張軸君醫生在這個病情一路以來 每日都出來記者會 交代病情給大家知道 還有平時又要去理人他自己做醫生的職責 他已經很久沒有放過假的了 是不是呀 是啊沒錯 張軸君醫生呢 只是在她丈夫離世的前後兩天 放了兩天的 連續七十多天都沒有放過假了 所以拍片的昨天呢 他是首次 缺席這個交代病情的記者會 還有啊 張醫生在病情爆發 直至到今天呢 他絕對是比起那些黃黑醫護 盡責得多的 大家市民有眼看到 這個不論是正常人也好 就算我們看一些黃人的討論區 他們自己都是這樣說的 連黃人呢 有一大部分 都竟然是幫張醫生的 沒錯啊 這個陳雲呢 除了他自己在發文 幸災樂禍 茅頭直指 張醫生之外 他很不滿政府啊 這個人 為什麼他這麼不滿政府呢 陳雲呢 背景講起了 陳雲 他父親 是馬來西亞華僑 他組織呢 就是廣東的保安 即現金的深圳 陳雲呢 陳雲呢 做生意的 都挺有錢的 在新中國成立的時候 他懷著愛國的理想 回到來祖國發展 也對他兒子呢 寄予厚望 所以就改了名叫陳雲根 原名陳雲根 即是希望他的兒子 由魂之餘 都記住他自己的根 聽起來背景很好啊 為什麼現在又搞成這樣呢 這個陳雲呢 他自己還要出了一本書 叫做《香港城邦論》 直接宣揚一些港獨的意識 直接連根都不要了 他的筆名就叫陳雲就算了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這個陳雲呢 一見到有委入的時候 當然他就走來入政府了 在他星期日 出完那篇發文在Facebook 詛咒張醫生的老公不幸的時候 張醫生的丈夫病危著 好景不償 張醫生的丈夫 後來就離開了我們 這個陳雲呢 就第一時間又走出來說話 正所謂狗口嘴不出象牙 陳雲呢 他自己就這樣說 在那邊post那裡 他說在這陣子病情以來 香港這個是第一宗的好消息 這樣說 然後呢 他又把張醫生的名字 變成一個很醜化他的名字 他又把張醫生張竹君三個字 說到做溫君 然後呢 就賴張醫生一路炮製病 來害香港人 搞到現在這麼多香港人 失業啊 那些店舖倒閉啊 害小孩子沒有書毒啊 他又把這些東西 入了張醫生的錢 擺明就是誹謗啦 在這篇發文最後那兩句 還要很惡毒啊 他又說到 不止啊 張醫生 他說一眾的溫君 可能就是說 張醫生和他的團隊 他又想張醫生他們 你們啊 早死早就這樣說啊 這個陳雲 大家聽完 是不是覺得他這些是仇恨言論呢 那看完之後呢 是真的很離譜啊 這些完全不是人的所謂來的 正常人都知道 這些病情 是全世界現在都有發生的 怎麼會無緣無故 又說是張醫生的問題呢 那其實一聽呢 都只是一個瘋子說的 我們可以看得出 這個陳雲幾這麼冷血的 首先呢 就由張醫生的丈夫病危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開始追擊他了 此其一 第二呢 他是有預謀地去做這個動作 因為陳雲得識到 張醫生的 因為他得識到 張醫生的老公患了病 然後他就借著這件事 就開始有組織地發文 即是他是處心積慮的 整件事 好了 到張醫生的丈夫 不幸去世了 他又再連發三個貼文 據我所知 我們稍後再講一下 這些貼文是什麼 那你就可以知道 他為了要抽水 要令媒體注意 可以有幾不擇手段 如果說到報應 陳雲你將來真的有報應了 你在人家現在這樣的環境 你就走來落井下石 將來你兩腳一身 說不定有人去你的靈堂燒炮獎 我想這些人都不會有靈堂 這些人 我想死了 都應該不會無人理他 應該是犯眾憎那些 是啊 他自己都亡根 他兒子可能都這樣對他 隨便果施荒野 當陳雲這些言論出來之後 竟然不論黃藍都去插他 Facebook 不知道這傢伙是否犯賤 竟然越被人插 他越開心 更開心到 出多一篇post 這篇post 他就沾沾自喜 說到好像網友很撐他 又說黃藍兩隊合力 攻打他 證明他做對了 然後 越來越多人 就去插陳雲 陳雲疑似 其他屁股抵受不住 他又出多一篇post Facebook 他就說到 不滿意他這些仇恨言論的人 就可以寫信去這個領南大學 投訴他 讓領南大學去解僱他這樣說 還說到理直氣壯 說他自己不怕 你儘管就去投訴 但事實是怎樣呢 事實這傢伙 一早就已經被領南大學解僱了 他還想著博人不知 走來愚弄大眾 還順便 讓人去玩領南大學電話一番 為何他幾十多數人 做這些事這麼低致 這傢伙真是非常之黑心 我聽我們說完陳雲的行為之後 相信大家都覺得他賤格和黑心 但不單止這麼簡單 陳雲在後來 不知是否太害怕 覺得自己玩大了 有網民踢爆了他 在一些法國的帖子裡 竟然是修改過一些字眼 而這個修改的內容 相信就是 詛咒張醫生丈夫的那個帖文 之前他說得非常毒辣 但改了之後 態度明顯溫和了 所以他的性格 除了黑心、賤格 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害怕青 其實真的很難得 有一個人可以賤到 連黃纜也一起討厭他 所以這些人是人渣之中的垃圾 那好了 講完這些賤人之後 我們轉個頭說一下 第二件事先 話說上次11月19日 就有一大堆所謂的畢業生 在中大搞搞鎮 我相信大家都記得 事件經過國安公署的調查之後 就發現這些所謂的畢業生 原來很多都不是畢業生 今天國安公署抓了8個人 年齡就介乎16至34歲 他們自己就報稱是學生、社工 還有兩個區議員 大家一聽到34歲 很明顯都不是應屆畢業生 如果34歲都是應屆畢業生 我就是小學生 據資料顯示 這8名被捕人士 其中有3個人 還涉嫌違反國安法 而據資料所顯示 這8名被捕人士 只有1個人 才是真正的中大應屆畢業生 這個人就是曾經參選過 灣仔區區議員選舉的 楊子晉 如果大家還記得 有一個曾經露面 的所謂議員 這個就是 觀塘區區議員 陳奕迅 由於這個人的名字 特別搞笑 所以我們很記得 還有一個區議員 就是西貢區區議員 李嘉蕊 當然這些人很聰明 也很懂得玩 所以他們只是被控告非法集結 而真正被控告 違反國安法條例 當然只是他後面那些年輕人 就例如 從那天畫面所見 有些人不斷唱毒歌 又有些人揮著 毒標語、毒旗次 那些當然是被那些 戴面具的人做 這些區議員 他們自己沒有戴面具 因為他們要博健步 我們稍後再說一下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 這八個被捕人士當中 其中有兩個是社工 還有三個說自己是學生 不過不是中文大學的學生 所以簡單來說 這八個被捕人士 只有一個人才是真正的 認界中大畢業生 而其餘七個人 都是混水摸魚的 講到最關事的 就是那兩個區議員 不過那兩個區議員 自己曾經讀過中大畢業 只是這樣 從這件事 我們看到 其實這些所謂的區議員 或者這些黃絲黑暴 他們有一個新的計劃 我們就要在這裡說 自從大批立法會議員 自己總辭 其實知道自己將來都會被DQ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香港的黃人那邊 泛民那邊的局勢 就是很多上面的人 走了之後 那剩下的這些區議員 地區的社工 地區工作的黃人 他們就開始覺得 接下來是他們上位好時機 所以他們會就著 在不同的日子 或者不同的這些活動 例如這些畢業禮 他們覺得是一個好時機 來出來做一些政治動作 來保持它的活躍度 和製造效果 這個就是他們 想去做到 增加自己的政治筹碼 增加自己的公職方法 來爭取上位 適逢現在我們有限聚令 但是我們的病情一過 的時候 下年 難保他們 這班人 他們全部都會做更加大的動作 加上我們未來這一年 立法會選舉 所以他們的搞事動向 會不斷地遞增上去 另外一件事就是 國安法和國安公署的成立 會大力地控制這些 這些港獨 和煽動國家分裂的行為 但是 對他們來說 其實他們相贏 因為他們做這些動作 一可以告訴全世界 如果想搞事的人 可以繼續投資在他們身上 但是如果外國覺得 香港沒得搞了 不再投資在他們身上的話 都沒有所謂 他們繼續在香港搞 因為香港做了一大堆 對這些分裂 煽動 所謂爭取自由民主的人 的狂熱信徒 這些信徒會捐給他們 他們要搞那些所謂集資 會愚蠢地集資給他們 所以對他們來說 他們是相贏的 那政治氣氛過了之後 加上限聚令 大家又開始看得到 這個黃人 他們做事的為利為權 在這裡理爭我鬥的時候 好像過往這麼大型的出來 集會和示威的事情 應該會越來越少了 但是他們會將自己的行為 轉化為這些零星的搞事運動 快聚快散 爭取效果 然後就完成 當然這些所謂的區議員 他們也有一個新玩法 由於他們自己個人的力量 就不算太大 而且他們的名字也不算太出名 如果比起立法會議員 他們說真的 他們的級數是相差很遠的 所以他們要聚在一起去搞事 就好像看這件中大的事件 都有兩個現任的黃區議員 加上一個出來選過的區議員 還有聽聞 今次他們出事之後 還有一個灣仔區區議員 帶來律師去幫他們 加上前後有四個這些區議員 或者曾經選過的區議員 在這個派對裡面 所以接下來很明顯 他們為了達到這些政治目的 或者這些利益 他們一定會走在一起 以另外一個形式 再在接下來的日子搞事 我們先講講下一件事 今天就有一宗新聞想和大家分享 之前已經有風聲 說美國因為他們的寵物 那四個泛民議員被DQ 已經收到風說他們對這件事很不滿 之前已經收到風說 他們將會制裁更多香港和中國的官員 最快12月7日就會有公佈 結果美國真的很勤力 他就在12月7日準時公佈這個名單 看來他好像當正香港自己國內的事情處理 但是疫情又不見得那麼快處理 今天美國財政部宣布 他就香港問題制裁了14名官員 但是最離奇的是 這14名官員全部都是中國的官員 他們是全國人大常委的副委員長 他們的制裁手段 就是會凍結他們的資產 如果有美國的資產的話 他們是不讓自己美國的金融機構 和他們制裁名單的人交易 美國不是經常說自己很有民主自由市場嗎 但是他們就用這些手法去制裁自己想要的人 這些就影響自由市場 補充少許 其實美國就不單止 叫他們自己美資的銀行 做他們的生意 他簡直惡到 叫全世界如果有份在美國做生意的銀行 或金融機構 如果接觸一些制裁人士的生意的話 這些公司也會被罰 其實他的行為非常霸道 就好像之前 我們有一些香港的官員被制裁一樣 立即就會抓環他們現有的按揭 往往就是因為這些機構 例如中國銀行 他們可能在美國都有些業務 當有一些業務涉及到美國的時候 美國政府都會把手拆下來 所以不單止只是美資的機構 他簡直是說到全世界的機構 如果有份跟美國人做生意 甚至乎是使用美金的話 他都會限制這些金融機構 不讓他們跟制裁者做生意 看出他們的霸道行為 我相信這些就不用多說了 美國一向就有人說 沒有他說 雙重標準 但在這裏就想踢爆多一件事 他說到人大常委會設一個框架 然後交給港府 從着這個框架去DQ議員 因爲很明顯DQ四指 就不符合這個框架裏面的內容 表面上就說到 他們國家從來都不會DQ議員 但是我們在這裏有些資料 就找到原來美國和英國 一向都有DQ他們自己的議員 我們在這裏講一下一些資料 美國一向他自己做就行 別人做就不行 其實根據統計 美國國會和英國下議院 都曾經DQ議員 而美國國會 曾經取消過二十多名議員資格 而英國下議院 是取消過五十多名的 因爲那些議員 是違反了議會規則 辭了雙重國籍 以及叛國而被取消資格 即是說 其實一向的事情 他們都存在著 即是讓我想到一件事 就是 人人家不想有危險 都會加把鎖 但是他們就是 自己家有鎖就行 人家就不能在自己家裡裝鎖 其實這次人大常委會 都是為了香港 這個議會的亂局 去設定一個好的框架 因爲我們之前 對這些框架是比較模糊的 尤其是 在英國殖民地的時代 因爲當英國政府 能夠讓香港 有一些民選議員出來的時候 其實很多框架是沒有做到的 有人就說 可能是留一些炸彈給香港 就搞到今時今日的議會 就出現了很多這些議員 是英國人 一早安排定的了 對於這個說法 我自己都相信 但是當我們發現有漏洞 想填補回的時候 就彷彿 好像踢爆了他們的英國 美國人的陰謀一樣 所以就辣著了他們 會制裁來恐嚇人大常委 讓他們不夠膽收復這些陷阱 說真的 這些制裁就嚇不了我們 雖則 美國所謂的制裁 表面看起來都頗兇 好像真的沒有公司夠膽 做他們的生意 表面看起來 但其實中國或者香港那方面 早就做好準備了 正所謂你有張良計 我有過牆梯 這些制裁功夫 其實都很表面 難道我們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 會照不住十幾二十個人嗎 不要玩了 你制裁多少人 夠膽就制裁全中國的人 這件這麼荒謬的事出來之後 華春瑩就指出 公職人員宣誓效忠國家的制度 是國際慣例來的 而事實上 全世界都有的 他就說 沒有國家 會對公職人員 違背誓言 以及背叛國家的行徑 都會視而不見 好了 我們先講講下一件事 最後一件事就是 在黃人那邊 最近就不斷投訴Facebook 說到很多黃人的page 都是被人封了 大概有什麼page 通常就是那些 地區為名的page 其實就是講黃野為實 那些什麼大埔 group 沙田 那些group 最近就被Facebook封了 還有一個很出名的大王友 有曉民安 亦都投訴自己的個人專業被封了 還說到 投訴到去美國都沒有用 亦都沒有情 還有他們那些黃人就說到 曾經在獨國日報那裡 留過幾句言 然後他們自己的個人專業 亦都被封了 那我就不能夠證實有沒有那麼誇張 說一下我們這邊先 據我所知 Safe Hong Kong這個群組 亦都被封了 有傳Facebook在美國大選的時候 收緊政策 以至有很多不同的專業也好 群組也好 都收到很多警告 這個也是我們為什麼 搞新潮民Facebook2.0的原因 因為其實我們原本的Facebook專業 亦都是因為經過這件事之後 就收到Facebook那方面很多投訴 所以我們那時都感覺到 要開個2.0的Facebook專業 來預備我們自己本身的Facebook專業 是被封的 所以我也都在呼籲大家 雖則不知道哪一天 我們的Facebook專業會被封 當然我不希望有這件事件發生 但亦都請大家關注我們的Facebook2.0專業 其實Facebook被封專業 我是很有經驗的 這個阮民安都被封一次 我Facebook鄉簡劇場這個專業 最初是叫鄉簡電台 是被封一次的 當時是差不多有3萬個訂閱的 之後第二個叫鄉簡愛情頻道 我用了愛情頻道又被封 第三次鄉簡電視部再被封 這次就是鄉簡劇場 所以其實我已經被Facebook封了我三次 說到這裏的時候 很多那些黃友不如杯葛Facebook 就不要在這裡玩 然後他們就推崇一個 連特朗普都讚很好的網頁 去到繼續玩 那名字我就不方便在這裡說了 他就說到這個新的平台是沒有限制的 說什麼都可以 尤其是可以不斷地說Face News 因為他裏面的政策就是說到 他是不會審核 你說的那些新聞是真還是假的 那就適合他們 難怪特朗普都這麼推崇 原來是不會檢查那些新聞是真還是假的 如果他們大黃人用了這些平台之後 其實可以跟特朗普更加親近的 一個是落選總統 一班就過氣的炮灰 那兩堆人攬在一起就對了 那好啦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臨結束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和我們的Facebook 和Facebook2.0專頁 和人間有情的頻道 那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拜拜